風氣方向盤 唯一有溫度的改裝品 阿大我要開始開場了嗎 對啊 來囉 深呼吸吶 這個跟中陽上路了 這個介紹一下我們桃園來的 我們的會員中陽 嗨 大家好 你看車上阿大你那裡得到嗎 你看 我衣服也是檳榔層 中時的關收 好不好 這個感覺很像什麼你知道嗎 就是知道這個今天可能這個女孩子會來家裡 整理的乾乾淨淨的 那個杯雞杯都收起來 藏起來 好啦今天來到中陽的這台車 來到現場的是這個22年的Cole Plus 這個叫輕鬆版 那Cole Plus我們之前介紹過應該是舊款 對不對 好險這個是新款 那你這個開這台車你是22年開到現在 不到一年嗎 對啊 還沒快 快 我三月多買的 那你開起來覺得怎樣 就是沒有什麼好壞 就是大概很中間 感覺就是沒有 它也不會特別的難開 然後也不會覺得它特別的 讓我覺得感覺到很像 網路商說的 有這麼難開幹嘛的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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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動作 是有啊 剛開始前1000公里的時候可能是有一點 可是後來換完第一次有之後 其實就比較好了 然後第二次換完 第二次換完之後它又更順了 對 它就是可能起步的時候真的是比較 稍微遲鈍一點 但是我覺得還好 你這個變速箱已經是修正過的兵器箱 對對對 我覺得應該是不會太難開 對對對 而且我坐在旁邊 我覺得Cuchon很緊 你其實算9000公里 你算不常開呢 你上下班沒有開吧 你開 現在都價值得開比較多 對啊 因為我看這個里程數 看起來不像上下班有在用的 其實這個車我覺得比較 不用用腦筋啊 沒錯 就是發動就走 時間到就保養 對啊 時間到就保養 你現在應該才去過兩次吧 對啊 對不對 你上次保養記得多少錢 上次保養 因為我有買那個 他們那個時候有推那個什麼 機油券 OK 預付卡 對 所以我那個時候大概花了 3000多而已 3000多而已 對啊 不過原廠這個價格 那也算還好啦 這個車其實算是一個 還蠻好照顧 而且我告訴你啦 這一台應該目前啦 應該是市面上最便宜 對 我當初會買就是 為了它最便宜然後才去買 我對車子那時候 中間這段時間其實沒什麼概念 對 因為我小時候其實很喜歡剪那個 報紙的那個汽車廣告 那時候我汽車的時候看的價錢 大概都是五六十 對啊 還有三四十的 對對對 然後我就一直報紙的觀念 我以為現在的車子好啊 比如說以Artist來講的話 都會有到八九十這種程度 我想說哇 怎麼那麼貴 然後我後來還好吧 算放記 我想說我只想找一個 可以代付用的工具而已 對然後順便把家裡的那台 舊車給換新的 因為它常常會有一些小毛病 我覺得 本來家裡這台是什麼車 呃 07年的Tierra 那個真的很會爆水箱那個車 對 我就覺得我開得很不安心 我想說跟家裡的人溝通一下 說不然要不要換一個新的來 而且大家說什麼 這個配備很簡單 可是我覺得 對我來說其實也算是一個很大的 很大的升級 而且對你而言 本來鐵爪沒有鞍耶 對啊 鐵爪沒有鞍你夾都開多久 對開了15年 對啊 如果真的要出事 早就出事 對啊 其實真的運氣問題 運氣問題 再多鞍如果真的注定你也是 對啊 你上網 看了也很多人就是鞍很多 可是你撞了之後一顆都沒爆 對啊 你爬坡會不會覺得 有沒有覺得辛苦過 還是你開車本來其實又開不快 對我開的就是溫溫的這樣 然後我們倒車進來這塊超級 喔有它的那個退 其實Coke Plus就是在退的時候 會有一點好像尺寸的感覺 對不對 倒車這個倒退檔是比較大的 是比較大的困擾對不對 齒輪好像吃不太到的那種感覺 對不對 會有有時候會有一點那種空轉的感覺 對啊 停地沒什麼差 可是你稍微有點斜度的時候 它就會你要多踩大一點 要多踩深一點 要不然好像不太想爆 上不去 對它從上一代更踩 可是它的輪體更新之後也是差不多 對只有好一點點 好啦我們來看一下它的車吧 汽車教授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FRODO 百年歐系煞車品牌 得您信賴 今天來到我們的 這個會員頻道的中央 帶來它的 2022年的Coke Plus 只有買了10個月 跑9000公里 好那待會呢 我們就來 帶大家一起研究一下它這台車 有什麼好玩的地方 還有它開這台車的心得 好我記得當初有兩個版本嘛 一個叫做享樂版是不是 享樂版比較便宜 52萬9000新車 對標低階的 對然後這個還有一個是輕鬆版 對它這台就是輕鬆版的 56萬9000塊錢 然後我知道的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不好 就外觀而言應該是這個輪胎是 15吋跟14吋的差別 沒錯 新改款的霧燈而且有前雷達 前後雷達 好像好像有一批它這個前雷達 它有點瑕疵 開一開的時候它突然在我的雷達上面 秀NG出來 我那一開始就沒有想太多 可能過一陣子就好了 可是後來發現它這個情況 它一直很嚴重 就是你也沒那個東西靠近它 就是你也不知道它跳哪一個 它亂速跳 亂速跳 就是可能一下左前一下右後這樣子 對對對 後來原廠問他們 他們一開始還不知道是什麼原因 就越來越多人這樣子 越來越多人這樣子 他們那一批就有召回 所以就可以去換雷達 換了雷達主機之後 現在就沒有這個狀況 它是換主機喔 不是換這個Sensor 不是它是換主機 主機亂跳就對了 而且它這一代燈其實有改的比較銳利 比較窄一點 然後舊款的頭針比較寬一點 看起來比較腿一點 15吋的 這算什麼圈 鋁圈 我知道 你覺得這形狀看起來像什麼 蓮花 放色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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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我發現它前疊後骨 2023年買 賣又前疊後骨 不是以來Copehouse 好像是前疊後骨 是說兩顆氣囊 也都在賣 然後我還記得 這個新款應該有電子的後照鏡嗎 有 輕鬆版的才有 電子的後照鏡 我印象中是這樣 整個二型的沒有 然後當然這個是iKey 那個也是差別 配備 其實我覺得它應該是沒有意思 要賣52萬的 你知道嗎 因為差4萬真的配備差超多 對對對 然後它後面的這個尾燈 就是有這個黑色的四框 中間加了一條這個反光片 然後你當初為什麼會買這台車 便宜 便宜 其實我也沒有想到說 它的配備跟現在的車子有什麼差別 然後我就買了 對啊 這個是全車系雙安全系 對對對 我跟你講大家不用難過 我買六百萬的車也才六顆而已 這個五十萬的車兩顆剛好而已 這個划算多了對不對 你六百萬是五十萬的幾倍 五一五十二倍 十二倍 十二倍對 所以照道理來講 我那個開抗應該要二十四顆技能 對齁 這樣算起來 我才六顆耶對不對 所以不要難過 兩顆夠了好不好 對啊 這一代才有加遙控電尾門 它是什麼長按 按兩下 按兩下 對 然後呢這個 輕鬆版的才有 對 儲物空間 不錯 你看裡面還那麼大 所以這台車裡面 其實真的我是覺得 算在小車裡面齁 我是覺得空間上面是比較 比較好運用 而且是比較大的 比起Swift啊 Yaris那些 我真的覺得這個空間是很棒的 還有這個電尾門 這個從 你看喔 這個配備它大概從2017年的時候 它就有電尾門這個配備 舊款的時候就有 所以就一直延續到現在 這是真的是好東西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室內好了 來來來 豬豬咧 豬豬對 就是從前車延續下來 本來是父親用的 對對對 那父親現在也會開嗎 他們現在不會開的 你把它延續過來 可是我跟你提醒一點喔 這個做久了椅子應該會 它會有壓痕 而且你看它不錯喔 它這一次的 它還做這個烤漆的四框 以前沒有喔 只是方向盤就是 它是一樣 整隻是塑膠的 完全沒有皮革包覆 但是這個定速有 它那時候是後來幫我裝的 原本它如果你要買新車 直接空車的話 它這些按鍵其實都是沒有的 都是沒有的 對對對 它都是問我說我要不要加這些東西進去 它可以新車就幫我先加上去 所以是加錢的嗎 沒有 所以連快空間都沒有 都沒有 而且你還有升級的一個 安卓主機對不對 對對對 它當初也是 也沒有安卓主機 它也就是一個音響而已 原廠的音響 當初你56萬9它有沒有折價 新車業務是說 你有加這個的話 你有加那個影音的東西的話 它變成影音版 叫做62萬9 對然後它說 我現在買的話 它可以用影音版給我 然後一樣算我56萬9的價錢 然後 聰明的觀眾朋友 聽懂當中的奧秘了嗎 我解釋一次 定價56萬9本來加安卓主機要加6萬 但是呢 現在不用加我送給你 所以意思就是沒有折價 不過這個車其實本來也已經是很便宜了 對啊 其實本來就是一個不貴的車 不過它有一點喔 我記得舊款的有數位儀表 講到這個數位儀表 它好像今年2022年底 要裝回來了 對它要不要裝回來了 它好像要賣 所以你比較透明 可是我不知道 因為我覺得數位儀表板 我不知道會不會問題比較多啦 會嗎我不知道 其實 電子的東西是比較難說啦 坦白說這樣子指針式的 是比較單純 對啊 我覺得它如果可以表現 那時常有問題 還比較好一點 對啊你看不是每個人都那麼虛花的啦 都要把它平板好幾塊 有的沒的 對不對 該顯示顯示就好了 對啊該顯示 溫度太高跟我講 這樣就好了嘛 然後它一樣搭配的是那個 機械式轉盤式的一個恆溫系統 對啊就是比較簡單的 單區恆溫 那門板當然因為全部都塑膠 因為連方向盤都塑膠了 然後它這一代比較不一樣 就是它的這個叫做 電動窗開關的飾板也是做 它是做銅色烤漆嗎 還是一律是這個灰色 你有印象嗎 如果你外觀不是紅色這邊 沒有同時都是這個顏色 都是這個顏色 因為我看這個灰跟這個灰好像 而且它排檔頭還有銀色的 護蓋飾板 雖然看起來有點怪怪 又粗又大 然後我們看一下它180公分的後座 我來坐坐看好 我來坐後面 剛好是開車的180 坐車的180的概念 頂著 稍微煞車我就 以小車來講 上面空間還不錯 它這個LED 就是你換還是原車來就的LED 換的 應該是換的對不對 對當初送的 我記得原來好像 也是它送的喔 對對對 好像也會送小東西 你看原本的這個 螺絲的圖中 好醜 這我一不小心我會覺得它真的有轉過 很像有轉過 我其實這應該是沒有轉過 這新的 好啦那你開這台車 這一段時間內有沒有遇到什麼覺得不能接受的點 比較不習慣的是它的A柱比較粗 對跟之前開的感覺也就是會差 你會覺得會有視覺上會有落差 對你轉過來說偶爾會有死角 那你還有什麼缺點覺得 缺點 倒車 斜坡倒車的時候 斜坡倒車 斜坡倒車真的是 你要多補很多力才會開始往後動 比較難抓它的那個行徑的加速的力道 你也不能用力踩太大 它動的時候你就要開始 就先放下 對 現在開車都要練腳力有沒有 網友都會說 你要訓練你的腳啊對不對 車沒有錯是你沒有習慣它 可是後來開久其實這個也就習慣了 習慣了 對 你那時候TRA有救換新輔助嗎 有啊 好爽 所以56那時候又扣了5萬 哇夭壽啊 我大概51 51左右這樣子而已 你就換新51萬 不夠俗耶 好啦 我們等一下上路來試一下中央的 這台COVE20新款的 好喔 出發 第一次做副駕駛做齁 對呀感覺很不一樣 會覺得很急嗎 副駕好像對啊 因為它有一個手套像嗎 對對對 這邊沒有 沒有對啊難怪 你看這邊有防滑的按鈕 這有循跡防滑 我知道你是不是沒有盲點嘛對不對 沒錯 循跡防滑換盲點 盲點當初說要加價多少錢 2萬 新車買就是加2萬 對因為我記得我買大概2019年左右的那時候都很多車我都買到有盲點 等級高一點的話 對啊 可是你說如果有盲點就沒有防滑了 我印象中好像是這樣子 好那我們出發來試一下你的愛車齁 其實你這個起步啊比起它的舊的那個15年左右的那一款啊其實已經靈敏很多了 只是你剛剛講那個倒車的還是存在 但以前的更慘 更慘 好還有8波7速的CVT 我記得是112匹馬力啦 15公斤米的扭力 扭力欸 4000轉的時候我印象中 好依舊是這個CVT引擎的聲音 好 牛叫聲 你這個不夠牛 不夠牛 真的你去開泥上了你就知道什麼叫牛 今天我真的不是針對那個品牌你知道嗎 可是那個車真的它那個聲音 你這個就算你這個要說是牛也是比較年輕的 音頻不太一樣 它那個就是喔有一點悶悶的聲音 我才會覺得 是有那種悶的嘛 可是你這個聲音是比較高 音調是音頻比較高一點 所以其實沒有那麼像牛 比較接近鋁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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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啦看一下 好 其實我們現在在這個山路開啊 我就是大概50幾其實都爬坡上面 稍嫌無力啦 因為你這個新車 我這個油門踩起來 我覺得你很少身踩油門 喔喔喔喔喔喔 這樣也可以感覺出來 嗯 蠻緊的 對吧 對啊 有時候我們交女朋友你就會知道說 他前一任有沒有交往過黑人 類似那種感覺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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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怎麼會知道 對啊 老司機就會知道了嘛 哈哈哈哈 我要說它換一定不可能啦 只是它那個 我覺得是夠用 那你要油門踩越深的話 當然它的那個聲音 引擎聲音就越大 那也未必是開不動啦 那這代步車OK啦 然後過彎 其實有點晃 就是側傾 對 側傾比較大 很多人都會說 欸 要是你弄一台Core Plus 你把它弄成小鋼炮 你可以嗎 沒有啦 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說 如果我們稍微有一點速度開山路 遇到彎道 不過因為它是新車的關係 其實支撐性還是蠻OK的 那只是就開得出來說 它的底盤 就是做得比較舒適一點 它過坑洞的那個 彈跳的抑制 其實做得都還不錯 但是就對於一些 比較深的彎 或速度上面稍微快一點的彎 就可以感受出它的那個側傾 這底盤本來就不是設計 來跟你有的沒有的 應該也很少人在改這個車 在跑散路嘛 變速箱基本上就不太允許了 可能說是這個順暢的一個代鋪車還不錯 欸A柱是真的粗大 它這個不僅是這個原本的這個飾板 旁邊還有一個這個黑色的 對啊 其實它很粗欸 只是說像這種塑膠的方向盤 就比較容易滑手 對滑手 你也會覺得有時候會覺得很滑 對啊 你怎麼做老司機這樣就不好用了 就可能手汗先用多一點 手汗先用多一點 喔手汗先用多一點 屁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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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加摩擦力 欸省油嗎你覺得 中間普普 阿真的嗎 它雖然說官方數據寫得好像蠻厲害的 十六到十 十二十四十六的樣子 對對對可是其實大概我當值 大概都是12.3 12.5 對啊所以你說油耗好嗎 也沒有算差 就是位置去就中間中間這樣子 好啦我們再利用一下時間幫中陽蒸油一下好不好 如果有這個 沒關係 我們一樣是會員的對不對 你相信男女之間有純友誼嗎 放心辦理誼 那你相信猴子之間會有猴友誼嗎 但是其實你不要看它默默的 Cole Plus其實它的交車的數字 其實一直都還不錯 很穩定 其實這蠻穩定的車子 那你從T2R轉到這個 你停車應該覺得很容易對不對 對啊 可是它停車我不知道是我不習慣怎麼樣 我床長沒辦法停的很正 因為它這個車子好像是 它從屁股到車頭好像是這種 呈現一個微微的梯形的感覺 像我以前那個車子可能比較正方形 只要兩邊的線對齊 我懂你的意思 我看過照片兩邊對齊的屁股 可能是你的車側折線或是你的側裙 可能沒有那麼的直 對對對 我那折線沒有那麼直 所以我常常就是 我以為我對準 下也是歪的 下也是歪的 對這會發生 因為每台車的弧度不太一樣 不過說實在的齁 這個車我現在來到高速公路 今天其實也天氣不算很好 也算是有風 我到90公里 我覺得隔音其實算不錯 以小車來講 但只有聽到一點點清雨窗的風邪聲而已 所以以小車來講 它在高速公路上穩定度其實也算不錯 這個底盤其實我覺得做的是OK 其實我剛剛要加速到80、90公里 其實我覺得還好啦 不會覺得很不輕鬆的感覺 你如果認真用50幾萬的車子來看喔 現在50幾萬的車子算是很便宜的 可是認真講起來 以上高速公路的穩定度來講 真的以我的感覺 我覺得開起來比起Vios來的更穩定一點 對更有安全感一點 那比起Yaris呢 我覺得隔音稍微好了一點 真的還不錯 因為我這幾台車其實我也沒有是 當初去我也沒有去比較過 你就是一衝就是直接衝這台 對我當初就只是衝著它就是 給了心就是這個 看現在哪一台車最便宜就衝就對了 韓國車沒有更便宜的嗎 韓國車是Picanto吧 沒有應該有更便宜的吧 有差不多錢的吧 沒有 Picanto還比較貴一點點 是喔 但是Picanto它好像給的東西更多 它錢比較多一點 可能60出頭 可是給了很多東西 那你當初為什麼鐵的心沒有去看Picanto 因為我也是後來還知道Picanto 所以你搞不好會變心喔 也不一定 因為我覺得Picanto車更小 它會更小 你還是要載一家人 對 那個真的小太不行 放東西好像都沒地方放這樣 好不好 今天差不多跟大家分享 中陽的 新款的採買10個月的Core Plus 好不好 希望這個內容資訊 對大家有幫助 那這個會員推車也會持續在我們的 會員社群裡面 持續來邀請我們的會員車主 來現場分享它的愛車 好不好 很多人說 會員推車到底是哪裡選的 加入會員頻道 沒錯 加入之後呢 我們就每個月 我們都會抽出一名會員 然後一起來參與節目的錄資 來聊聊天 不要緊張 對 而且你還會覺得你很意外被抽到 就是這樣 有沒有感覺 很像跟郭富城還是劉德華一起錄的感覺 有 老鞋圈 有沒有那種 還是張學偶也可以 沒有 不知道 好啦 喜歡影片 記得訂閱 留言 開啟小鈴鐺 會員頻道的加強 今天謝謝我們的中陽 下次見 掰掰 像你常常在影片裡面會講一些那種 我們那個年代的哏 阿唄他們聽不懂 聽不懂 哪裡聽得懂 我就覺得真的蠻好笑 因為那時候 那個年代那個時候講出來的一些 一些哏 還有一些那種 那種歌什麼的 欸你不能這樣講 你意思是我老哏 我跟你講我有新的喔 射即是空 空即是射 下一句是什麼你知道嗎 鄧不利多多不利凳 下一句是什麼你知道嗎 狗不拉屎死不拉狗 你這不是狗不拉屎嗎 我是狗不拉屎 空不拉屎 我們叫狗不拉屎 剛好符合我們這台車 狗不拉屎死不拉狗 招臨 請盡腑